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老师好 我是来自西西文化的陈奕涵 我来爱豆企划社面试了 我没什么可说的 来吧 让你们看看我练字多年的功力 好了 完美 我的简历已经填好了 你这么开门 我是火柴人本体 我这应该灵魂画上 我真的不会画画 但是这是我诚心之作 为了扎一个发型 扎一个发型 好 这个挺好的 被夹了还不如夹 真好丑 姓名 陈奕涵 你称是我的一中人给我取的小陈总 小陈同学我都很喜欢 出生地在福建 但是真正出生地在北京 极惯的福建 比如说问你吃饭了吗 就说 谢谢你 对 就这句最熟练 大家学起来 出生日记 1997年10月16 天秤座 我确实纠结 超级纠结 但是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典型 因为他们说天秤座的性格 就特别的吃得开 我觉得我不是属于那种 就不会说像那种超级好的人员 只是喜欢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的自我定位是创作担当 各强个人技 创作 别再问我要去哪 别再管我要去哪 电剧爱好 打游戏 看小说 运动 看电影 就是打游戏最重要 喜欢运动 大家有想挑战一些极限运动吗 比方说跳伞 游戏里跳伞 我是经常跳伞 游戏里跳伞 我是经常跳 但是 游戏里跳伞 我是经常跳 我是经常跳 游戏里跳伞 其实我有一个梦想是去蹦旗 蹦旗 但是我想再多活旗 就是我很怕它那个绳子会断掉 就是从那么高的地方直接砸到湖里 也是很吓人的 我想再多活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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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至少问你一下 你的胆量如果五颗星的话 你给自己打多少 0 0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 很会打嘴炮的那种人 看上去感觉好像 觉得老娘没有问题 就这种 但是实际上又是那种 就一看到我就觉得 不要过来的那种感觉 我最喜欢的游戏其实是王者荣耀 因为我打得很溜 但是我最近又喜欢上吃鸡 就在我几个小时前化妆 我差一点单排吃鸡 就一直在挑衅别人 在车上就开始摁喇叭 我就在那个草松里面说 来打我呀 没有人来打我 我杀了12个人 自己一个人 看小说一般会看哪一种类型 就那种 言情小说 让你愿意挑选剧本的话 想演你看过的 言情里面哪一种类型的人 就是属于就是人生开挂的那种 其实我又想演那种 侠女就武功很厉害的那种 然后英姿萨爽 就保护自己的人 保护自己的 不是女人 就是 就是保护自己的朋友 然后就是很帅气的感觉 就是我喜欢 身中二程度 我刚刚填表的时候 我填的是三颗星 但我觉得跟你们聊一聊 我觉得自己是五颗星 有小号的话 会多多关注一些什么图解电影 或是电影光之类的吗 没有没有 我的小号只为了我的粉丝 就全身心的投入就我的超话 对 对 对 那然后分抽画出就能找乱的小号 猜 你猜 可爱程度 三颗星吧 其实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可爱的人 可以做我们做大交的动作吗 对 你没有写在里面哦 我们一起学老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喵 一起喵喵喵喵喵 一起喵喵喵喵喵喵 一起喵喵喵喵喵 你今天有点怪怪的 快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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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个话题 可以 那网络依赖程度 就是五颗星 就永远是满分 你有100颗星 我也要打100颗星 公开手机上这里最新的存图 存图 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就是我的最新存图 哈喽喽喽喽喽 那一句话来推荐一下自己吧 真爱吧 一众人 快来我的怀里 你猜猜这个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猜猜 最爱的我来点 我去看 你这也太假 随便出一个东西出来 那你出一个文字最上面 同款是吗 好 我可以先造成一个箱子叫什么 它叫做烦恼解决箱 我喜欢的 基本上是 怎么办 听了昨天小陈总唱的 斑马斑马 我被洗脑了 一直盘旋不睡的 实现性感声音 我该怎么办 你再多听几遍 哈哈哈 你就会觉得精神气爽 突然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了 好 坚定了自己的内心 好好好 使劲 一喊一看到你同意的眼神 我的心都挂给你了 怎么办呢 那 现场 一支玫瑰送给你 不好意思 我手工活不太好 但是这是我的心意 轻易接受 轻易接受 怎么办 希望我每天加微博 加两个礼拜都没有加成的吗 太疯了 不管你加没加成 但是只要你在超话发帖 我都能看见你 不要放弃你对我的喜欢 我会一直看着你的 那最后我们的加油吧 你再抽一个 我是不是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看你总是突发问题 只看到你我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 怎么办 看着小青总和大脑都当机了 那你就 清醒一点 清醒一点 好吗 清醒完之后还要继续爱我 来吧 制作新歌的时候 一辆火车开往哪里 是要开去哪里 开你心里 对于你来说最浪漫的约会场所去哪里 游乐场星空下 一首歌唱到了哪里 人们都在玩这游戏 是在玩这什么游戏 忙着闻药或者吃鸡 别再还我要去哪 一般不想让人管自己的时候 你会怎么说呢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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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描述下 只留下风鸣和烟雾和你的背影的这个场景画面 要注意是要有季节时间地点人物形象和事件 蛮有好多了 秋天 阴天 雾天 然后傍晚 然后迷茫 像梦境一样 然后那个人就消失了 按跟粉丝见面的时间顺序来排序 是新曲MV 新综艺 新电视剧 新专辑 如果要我想的话 应该是 新综艺 新剧 然后新专辑 新的MV 期待一下 我希望这些都慢慢成真 等于以下的关键字来造句 像粉丝表白 关键字是 一中人 高脚飞 艾克尔铁塔 马沙拉蒂 我的一中人 是个盖世英雄 有一天 我会开着马沙拉蒂 在艾菲尔铁塔下 与你 高脚飞共饮 好 完美 第三个是社交能力的考验 你来啦 喵喵喵喵喵喵喵 Hello 我的一中人 我是一涵 今天我好像面试成功了 这些老师也问了我很多 你们想知道的问题 你们开不开心呀 谢谢你们一直在为我的新歌去哪 在为我打榜 在问我轮薄 我都看得到你们的努力 同时我也会为你们而战 为你们而努力的 希望我的一中人可以多多的听 我的新歌去哪 啦啦啦啦 这首歌是我第一首发表的原创单曲 谢谢你们这么给力的支持 我爱你们 我们要一直走下去 爱你 今天月亮好美 要跟我一起 和牛奶 好 下一个 那我们的摄影师来评判一下 如果你知道OK的话 你给念头 你们要求真的很严 你们要求 谢谢啊 OK 这个更到位一点 怎么办 怎么办 10点20要考高速了 现在满脑子都是小穷总 我要捧了呀 好好努力 然后我给你戴上这个发卡 给你一个爱的鼓励 好好加油 好好学习 爱你 爱你 我们有三个需要填控的题 第一个是需要公开手机常用的APP 看看我的APP 常用APP就是微信 微博 照片是联系人 我的爸爸 然后还有个10010 还有一个是我公司的工作人员 能看得出来你最近是有在练字的 所以是有刻意的去练记的 你有什么 因为就是我之前有在机场的时候 会有粉丝送我字帖 然后有抽空的时候会练一下 为了不让大家失望 但是我会努力练的 我到时候还会练字帖的视频给大家看 这个flag理想 谢谢。 很多 这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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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